中方一视同仁地对中外籍来华人员 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疫政策 有关的政策是公开透明的 无论是美方普通的来华人员 短期来华官员 还是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 都是在提前详细了解 并接受了中方关于行前远端防控 入境后医学观察 以及健康监测等一系列防疫政策后 实施其来华计划的 完全不存在所谓的限制的情况 美方个别议员的这种言论和说法 实在是非常荒谬 完全是空穴来风 反映出美方个别议员 对华认知存在严重的问题 恐怀妄想症病得也不轻 中方对于有意愿的国家 加强同岛国的正常交往 合作持开放态度 同时我们认为太平洋岛国 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真心实意地 为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发展振兴提供支持 而不是以合作为名 搞地缘政治博弈 更不应该把阵营对抗 复制到太平洋岛国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在同伊朗在国际法的框架内 开展正常的合作是合理合法的 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美方应该摒弃动辄 搞制裁的错误作法 多做一些有利于维护 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进程的事情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解决分歧 中方也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 发挥建设性作用